就在我的身边 看到了 他真的是没有名字 想不想体验一下 可以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一只从小就是一个很有香花的孩子 总是有奇怪的点子冒出来 往下从小 现在 起动 真的起来了 上面 感觉怎么样 太生气了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车居然可以悬浮起来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一定很想知道当中的秘密 但是现在 磁悬球行车 简称悬浮车 它的设计运用了废 慢点慢点 全面温馨啊 慢点 从来没见过这边的汽车 有很意思 悬浮车 有一个功能 是自动驾驶 声控系统能识别人声 并开启自动导航 导航 回家 悬浮车 还有一项特别的功能 就是它的安全感应器 它能根据自身行驶速度 和周围车辆的距离 计算出最安全的行驶距离 可能发生危险时 汽车就会自动刹车 我真的为我们孩子 干得之后 它确实有吸